Baby love you're the only one So我要给你安全感 让你不会再感觉到孤单 花的花瓣 当心的贪婪 都是我想要给你的简单 浪漫 对我来说秒不可远 想要和你收手像豌豆红地盘 想要和你大幸福谈论美 我们爱的失恋 You are my number one And you are my second to knock 爱在路上注定不平坦 有爱没有遗憾 Baby love you're the only one So我要给你安全感 让你不会再感觉到孤单 Just you and me 本周日本最高挑战者本音仿道错 雷霆出马 迎接黄荣市 终极对垒 成败再次一举 出奇葡营 七号店里会客来临 七号小店一时间惊心动魂 大战之外 为何快乐女生们忽然光临 她们会把五兄弟带去哪里 是最可怕的敌人 大家好 是林志玲 可是为什么你要来参加快乐女生 但是不去参加那个舞动奇迹呢 不成的她心醉 把眼睛摘下然后说吧 我估计你有点心虚吧 你们完全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那你就赶快走人 刚才说让我们走开 我觉得你也可以走 本周少年计划论 大惊大唏嘘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一起经历 我叫叶子纯 今天就是来天天宣地七号店 打工的第七亿天气了 除了类数了 一天除外 我学习到了 幸福的客人是相似的 幸福性的服务生 却各有各的精心 体面修 哇 哇 专专专专专业 阳光之下并有心事 除了一些并有心事 最近最大的收获是 明白了不论发生什么 到底要让谁来做这事呢 我们来投票吧 反正大家会在一起面对 就是够了 当月子春干这活的 主机兽 好 月子春全票通过 当你相信到了关键时刻 他们会与你并肩作战时 各种小媳妇 反而增添了乐趣 子春去投地吧 去投地 Yes sir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You and I must make a pair We must bring salvation back Where there is love I'll be there I'll reach out my hand to you I'll have faith in all you do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And I'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to comfort you Build my world of dreams around you I'm so glad that I found you I'll be there with a love that's strong I'll be afraid I'll keep holding on I'll be there to protect you With an unselfish love I respect you Just call my name And I'll be there Don't you know Baby Yeah Yeah I'll be t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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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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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伙!又来了! 就是坐落在全国最大的卡拉OK快乐女生的隔壁 每天都会听到他们排练的声音 又来了 吵死了不如我们 Are you ready? Yes! 月下的舞蹈 你看好带来同胞 好拥抱 爱你许好爱心都收到 你微笑不受不了会运到 幸福围绕 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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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阳 段离心 苏妙玲 baby sister 快乐女生 抄票个啥?本来挺美妙的 现在不美妙了 我吵到你们了 你们有好几十个大音箱 你们有几个? 三两个 万能的神啊 我应平时阿康对天发誓 他们站在这两个影响 目前全中国最受关注 争议最大的六位女生嫁到了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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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观众 答疑解惑吧 十万个为什么 提问 每次 在淘汰的时候 每一个两个都哇哇大哭的 为什么还叫快乐女生 回答 baby sister 想唱就唱 想哭就哭 所以很快乐 对 就是你最哭 别人哭你也哭 别人不哭你也哭 为什么 啊 每一场我都会哭 为什么 别人 不 会 哭 那洋洋姐姐 为什么你几乎从来不哭啊 我每一场都很忙 每次都上终极PK啊 忙着准备被淘汰 又忙着被拯救回来 没时间哭 哦 听说你是男性观众最喜欢的选手 如果你哭 他们还不是要疯掉了 我们才没疯呢 是的 鸦鸦我爱你 鸦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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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呀 加油 加油 黄金 张人心疼又不流眼泪 难道不是很高的倒行吗 那你为什么争议那么大 几次都死里逃生 生命好吗 我 我的争议现在应该没它大吧 你知道自己是争议最大的选手吗 我知道 虽然我唱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跳的好 你不能唱好点吗 你加油啊 你就不能长高一点呢 加油 有些事光靠努力 死不行的啊 我们需要时间 谁是你最唱大的对手 我的对手 是我自己 为什么 我的内心很独错呀 只有超越自己 才能让观众相信 顺利晋级是很有说服力的 所以 你自己也认为 你现在晋级 一直都没有说服力了 只征服了一部分人 我想征服 刚刚 你没讲到顺利晋级 但没有人批评你 为什么 我只能说 谢谢大家对我的爱 人之高 所以你就可以在小考中 不必的小讲了 说 你说的是最开始的团体小考 好吧 那不算吵架 只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坚持 有坚持的人才能来参加快乐女生 刘欣姐姐 你的坚持是什么 我坚持 我唱的歌不一定很快乐 但我必须快乐的唱歌 确实欺负我还有人吗 再看我们的周围听力吧 刘欣姐姐 你的人气一直最高 那你有多大的把握拿冠军呢 这么大 那段灵溪呢 你为什么每次唱歌都要弹吉他呢 不然呢 难道让吉他弹我啊 那今天来会有不弹吉他的表演吗 不弹吉他我也唱得很好 只要 不要让我跳舞 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李星戴妮姐姐 你这么喜欢唱英文歌 就不怕中国观众听不懂呢 少年进化论不是有很多人说看不懂吗 但你们还是要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啊 讲得对啊 人生有梦想可以追逐 有信念可以坚持 感觉好好 说得也是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浩 我是主持人朱元斌 我们就是 袁浩组合 所谨的观众 所谨的观众 尖叫在哪里 师傅 那 好的 那么在正式比赛之前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三位评委 首先是我们的天才音乐家 刘俊玲老师 所一老师 叶子春老师 欢迎 紫春老师也是我们快女舞台的老常客了 欢迎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在介绍了今天晚上评委之后 马上进行我们今天晚上直播比赛 那么首先就有请苏妙玲为大家带来 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都遍世界各地去观伤 虽然没有花下美衣裳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翔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望一望 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谢谢孙大林姐的歌 好 接下来有请评论老师做点评 我现在全身都还是鸡皮疙瘩的 我现在全身都还是鸡皮疙瘩 这首歌奉起了我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唱过同一首歌是吧 那么紫春老师怎么觉得 其实你是那个宽女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选手 这个怎么 说的可以稍微尖锐一点 好 来 三 二 一 走 孙大林姐姐 就从专业的角度点评的话 你这首歌唱的并没有一个高潮 唱歌就应该像海一样 一堆海一波一波 快乐女生 这是要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并不想带给大家很有压迫感的表演 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听说你还有过退赛的想法是吧 是的 本来我是一个学会计专业的一个女孩 我家里人也没办法接受 但是到最后我还是坚持下来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我就很爱音乐 我很爱唱歌 所以我现在我就站在这里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04号快女红尘 为我们带来《掉了》 掌声有请 Zither Harp 嘿嘿嘿 心疼的玫瑰版也还开着找不到匆匆凋落的花蕊 回忆到现场 回忆到现场却依赖不及的 待任何回应都不可得 微弱的风筝都天里飘着灰 回忆到现场却依赖不去手中缠线的那个 没有蓝天有何必去飞 怎么失色 黑色上眼泪掉了 雪白眼泪掉了 该出现的所有表情瞬间掉了 绷绷没有颜色 结了病的长河 回忆是最可怕的敌人 故事情节掉了 纸角对白掉了 该属于剧中的对角 谁也掉了 胸口没有快乐 断了吃的白隔 不枯萎的借口却掉了 曾经唱过的歌 奔向过的笑声 奔向过的笑声 在心中不断拉扯 想念不能承认 偷偷偷擦去泪痕 冬天过了 冬天过了还是灰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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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 ه 你 我 me 爱的不枯萎的街头却掉了 可以换一个地方 这样子就会吵了 那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快女在搬一个地方呢 因为我们快女有12个人 你们只有5个人 我们有7年组 对啊 7年组加起来有10个人 我们还有工作人员 我们导演组有300多个 那我们导演组联系海外的 国内外的有1万多个 那我们全球有63个 还有很多观众 我们的观众 我们是63亿 这个问题不纠结了 我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你唱完那个最高音以后 往下滑的那个音对吧 你把握得非常好 我认同你 我感觉你今天好帅啊 谢谢佐伊老师 我刚刚也认同她的境遇 所以我也很帅 谢谢红尘的表演 接下来06号快乐女生段灵溪 带来她来听我的演唱会 掌声有请 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男孩为了她 失业派对 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 我唱的她心醉 我唱的她心醉 她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美 岁月在听我们唱 忽怨忽悔 在掌声里 唱到自己流泪 嘿嘿 唱到自己流泪 先让我们的评论老师 来点评一下刚才的表演 你的风格跟我很像 对 谈唱歌手是吧 对 每样都非常好了 谢谢红尘老师 肯定的 我就是不太认同 这个俊颖老师的意见 唱歌就要把嘴巴张大 在专业的角度上 我要给你no 但是你的故事打动了我 所以我要给你yes 我说你敢把眼睛眨下 然后说吗 我估计你有点心虚吧 我这样是让我的脸 变得小一点 你没有这种烦恼 你不懂的 你有想过去整一下 你的那个牙齿吗 我们是同命鸟 这个问题你转得太快了 我们是同命鸟 这牙齿没必要长 因为有些人 他想长这个虎牙 还长不出来的 比如说就是那个谁是吧 好嘞 我也不懂 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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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现在的六个队员里面 你和谁的关系比较好 就是应该是刘欣和苏妙凌 那我觉得你这样说 是不是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是人气王呢 刘欣就是咱们都是写歌的 然后就有好多经历都相似 然后苏妙凌是因为 我她给我感觉特别像我妹妹 谢谢评委老师的精彩点评 也谢谢刘欣欣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就要有请08号的快乐女生 杨杨为我们带来一言幽默 哇 真定杨杨来了 我有一脸幽默 不知与谁难过 多少秘密在记忆中 天外天的故事 樹上海副 popping Connect with you 那个月秘密在 strong bones 灶在光线路中 杉加入ров来 光线路中 心嵌洛花成仇 沉埋着只剧无葬 刚自一脸又好梦 谢谢杨阳姐姐 以前我和朱元斌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 只要杨阳姐姐一看歌 我们就 我也觉得它是美的让人窒息 因为你的声音就是 唱得我们起鸡皮疙瘩 永恵老师有请 所以老师 几乎是找不出一点点的缺点 著名音乐人得了很高的评价 杨阳姐姐 你的歌声和你的容貌 一样让我窒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杨阳很美是吧 他和刘亦非比谁美 对着这个特色 那觉得谁更美 我自己当然是 我们知道了 谢谢杨阳老师 杨阳姐姐 一路过来你都遭受了很多的非议 你觉得是为什么 我不太招人喜欢吧 我在城堡还有痛哭过一次 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觉得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你唱的一些歌都是一些比较老派的歌曲 有没有想过唱一些新歌 你也可以像李斯丹妮姐这样 很辣 那不行 因为我不会跳舞 你可以那个 那个唱 谢谢 我怎么觉得我们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掐起来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你 接下来就有请12号的快乐女生刘欣带来 无与伦比的 天上风站在天上飞 地上人的在地上坠 你若担她在地上坠 你若担心你不能飞 你若担心你不能飞 天上风站在天上飞 地上人的在地上坠 你若擔心你不能飞 你有我的蝴蝶 你心里而是这个世界 像无语遁闭的美丽 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 像无语遁闭的美丽 天上风筝和天上飞 地上温暖的地上追 你若擔心你不能飞 你有我的蝴蝶 我若擔心我总能飞 你有我的蝴蝶 我有你的蝴蝶 谢谢刘欣姐姐 谢谢刘欣姐姐 刘欣姐姐有话想说 但是好像又说不太出来 刘欣有点激动 刘欣姐姐你还记得我吗 左翼是吧 不会吧 你听了那么长时间才看 出来了 你记得我嗎 姓野紫醇女 是啊 是啊 我刚才他们说 我刚才他们说 所以为什么你们三个都跟阿炳似的那样 这个我还是要评论一下刘欣姐姐 ês重儿就是刘欣姐姐 什么回忆 还不是回忆 就是在六年前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们不是相遇了吗 对 在演出的时候 哦 那时候一个活动 对 姐姐 你觉得我现在变化最大的是在哪里啊 变高了 变帅了 小时候 小时候上了小时候头 对 金莲老师有什么说的 我非常喜欢你的藏腔 坐山花车去拉山 非常喜欢这个 但是她是第一个这样说的 这个你还难懂呢 难懂呢 真的是专业人士 流行姐姐她的声音就是有一定的特质的 就像一把刀捅进你心里一样 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持这个风格啊 流行姐姐 然后她是一种蜜糖 文化弹幕的声音 看来我们的皮肤老师都非常喜欢你 一股转入你的心里 前几年的冠军很多全都是偏向 这个贾小子中心的这个 江应荣可不是啊 对啊 那个林语春春格 不不不 就是那个林语春姐姐 她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有点模仿她们的感觉呢 其实有些问题 我觉得我并不用正面的回答你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以后 你就知道了 人总是会变的 但是我们喜欢流行姐姐的心 是永远不会变的 我也不会 我也不会老师都成本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我上次在这个快女微博评审的时候 我说你是那个贤妻良母型嘛 然后这原本是对一个那个女人的一个崇高的一个赞赏 现在解释来不及了 可是那些你那些粉丝都骂我说我批评你 你怎么看啊 你为什么流行姐姐老啊 我没有她老 我没有说说她老 我没有说她老 很有女人味 然后她可以摆遍 你可以说明她很能干啊 对说明她很能干 所以就是嫌弃良母啊 对不对 其实之前 因为我在长沙赛学的时候 就已经面临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在长沙赛学的时候 就已经面临过一次这样的问题 也是一个见面会 然后当时是有一个记者 然后他就问我 他说 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所有参赞选手里 年纪最大的一个呀 然后当时就呆住了 我觉得被一个小孩说嫌弃良母挺好的呀 是不是你觉得这么不行 还是挺厉害自备过 有过 刚去北京的时候吧 大概05年06年 就丢工作啊 然后没饭吃啊 然后就说你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 可能真的是自己不错 那你觉得你是 这一只快 你人气最高的吗 我觉得是 因为有这么多人 在努力的为我投票 在支持我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他们 很骄傲的告诉他们 我现在是人气最高的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们也相信你的目标 和你的梦想 一定会成真本 一定会实现 好谢谢 谢谢刘夕姐 谢谢 谢谢我们的评委老师 要加油 要加油 加油 加油 我永远支持你 刘夕姐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然后我特别喜欢蓝色衣服这个 就是觉得你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身材就小巧的 但是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就很老成 很man 很man 你们这五个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就是 就算是一个老大 一个队长的一个角色 你好 我是少年组的队长 是你是吧 对 有什么能力 觉得你可以做这个队长 第一 我年纪最大 所以我是队长 第二 我觉得我有那个责任 还有那个信心 还有那个勇气 当好队长 所以你最高站中间 为什么老不说话 我就是 打打游戏还可以 对 你站在这里 就是有你的价值 为什么说自己不好呢 谢谢 其实我不自信 是事情需要 就是 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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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姐姐 你就没什么 可以问我的吗 刘欣姐姐 我想问你们五个人 你们将来都想做什么呢 搞音乐吧 队长呢 我很喜欢唱歌 也希望能够 让很多人听到我唱歌 谁呢 我希望 我将来可以能够环游世界 环游世界 夜里福假面呢 我比较喜欢 希望可以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 就是打拼 然后创一份业 我想开一家Pub 我那边还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你们先平 不好意思 我要去那里了 你别走 我要去那里了 不好意思 你别逃啊 他那里有一个很急的事 他要 你弟弟去 姐姐们不要问这么冠冕堂皇的问题吧 我还没说我的梦想嘞 我想是一个有用的人 那我觉得你们完全都没有资格站在这里 我跟红尘看法不太一样啊 不管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但不管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我觉得只要你觉得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跟你的梦想有关联的 是间接有帮助的 那你就继续努力 如果你觉得没关系 那你就赶快走人 对 对 刘昕姐姐说得好 刘昕姐姐说得好 今晚红尘姐姐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些偏见 站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做我们很喜欢的事情 而不是 我们只要快乐就可以 像快乐女生一样 对对对 刚才说让我们走开 那我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你也可以走开 导演这段紧掉 有味道你们的梦想 然后做出相应的努力吗 如果一个在成长期的孩子 坚持两天半 不回家在这里坚持工作 而且没有任何怨言 而且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回答 你记住你们现在那种感觉 然后保持住 hold住 然后等你们长大了之后 再回问一下 现在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回应 反而是来我们车号店的客人 因为我们这个是黑店 必须要抓着东西 留下一点礼物 纪念品 什么礼物啊 你看我们六个你们喜欢谁 把些留下吧 都喜欢怎么办 那全留下了 可能我们的粉丝会对你们今天做的评论 然后表现会很激愤 非常激愤 害怕猛友 有没有 有 那些错过 有你就下次别这样说了 知道吧 那你就送个东西给我保护下我们呗 是啊 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 免死 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 你不能摸 要不然就坏了 今天快乐女生来到了我们七号店做客 以后有机会 我希望快乐女生们能带我们去你们那玩一番好吧 对啊 那对啊 如果我们是一家人 想起相爱的一家人 有足够的同胆 不知道 不知道 猪猪和宗喜那边怎么样了 康猛猛 千万别告诉太子爷 那哪成啊 这事要是不告诉太子爷 那是要出人命的呀 告诉了更会出人命啊 到时候人头落地是免不了的啦 大公 出什么事了 那么严重 太子爷 各位阿哥们 大事不好了 小汤子 和你说过多少回了 浴室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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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早 赵丽卓人叫黄龙士大师陈启 一推开门 人一耳都不见了 只留下 这个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臣考东营之为国 不过三岛 无臣东海 犹疑复典 除地军事 具不及中国十分之一 其小畅旗义之人 至少年 震刷仙徒之精神 依图自强 一举其之胜败物 殿下少年英语 万事一字 臣不慎寿安感激 望殿下大兴围棋 不遗余力 至于东营起见 以为围棋强国之转机 虽然有些难懂 但黄龙士 是不是走了 走了 黄大仙 您在想什么 你不吼住这个事 谁来吼啊 浩野刚去找了安倍老师 给我们下了必胜的咒 你看 老师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我想请您 为我的友人 写一道必胜的符咒 就是我这 请团呗老师啦 能难好 已经这样伤心的人不多 你是不是 怎么喜欢的 不是不是 大仙的老师 不要乱猜嘛 你吓坏了我又小的心 真巧啊 我 我 我一到那边 竟然就把我给带到教堂里面去了 他竟然顺服了这个教区的故事 我宗喜做祷告啊 宗喜 一定能够化学为夷的 就是就是 他的忠言也不再卖关子了 不 这也证明了他还是比我们聪明 你们五个猪脑子呀 就不会去找一个当代的围棋大师来下转棋 通过你们 让两个实在的围棋大师进行对局 你听明白了没 当然不得让什么大清的黄太子跟人家日本专业的围棋手去进行对局了 围棋手什么脑子呀 捕捉人什么脑子呀 我可以抱你吗 Tiger No 天哪 黄大师真的走了 走了 平凤哥不是说过吗 最终对决的不是黄龙师和文艺坊 黄龙师大师就这样走了 这算是欺君之罪吧 是要杀头的 我着急回来找你们想办法 不知道宗喜会怎么处置黄大师 我知道 平凤哥说了 平凤哥还说 黄太子宗喜对这件突发事件的处理 让他第一次对黄太子刮目相看 对 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公关 黄龙师散漫居要藐视朝廷 戴漫天恩 罪该万死啊 大敌当前却不战而逃 太偏想 此人万万不能留啊 皇上一下子由太子陛下全权处理此事 请太子明断 黄龙师 黄龙师虽然行动鲁莽居傲 但赤骨之心招然 大师乃决顶高手 其境界格局非平败可见 今日不辞而别 绝非临阵脱逃 而是传承我中华瑰宝之心切 原品高节 我何忍杀之 但现在谁能迎战本英宝 谁可由此胜算 图灯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就是输定了 太子可要想清楚啊 黄龙师的出走是太子唯一合理的理由 不利用的话 恐怕 黄阿玛怪罪到黄帝的头上 我愿意迎战 黄帝 你 我以为 大战当前 即使是输 也要敷得有气 此刻这盘棋 除我之外 其他人来迎战 都会有危险 宗喜 这男人 我喜欢 我佩服 我崇拜 那么 就让我们打响这场尊严之战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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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李老师 围棋史上正式获得骑胜出容的 只有他一座人 直接开始学骑 二十三个国内冠军头衔 他实现了中国骑手 战胜日本超一游棋 重力突破 被日本围棋界亦为灭副风 也是第一个完全由中国本土培育出来的 在校长时期的比赛中 连续击败日本最强骑士的 原医艺人 他最高巅峰 达到了四届中日围棋队台赛 十一连胜 激励了无数中国少年 走上了骑士的道路 天哪 难道即将上演的 是本营仿道策大师 与聂魏平骑胜 跨于三百多年的巅峰对决吗 终心有救了 Jerry的祈祷 真有用啊 我听说聂大师智商极高 很难对话的 智商过高的人啊 情商可能会比较低 比如我家Tiger 嗯 他的三段婚姻 也都曾是满城风雨 你真是个奇特的人物啊 小心哦 他可是有名的 一路电视节目就会睡着的人 为了宗喜 为了中国围棋 我们必须搞定他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七号店啊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七号店啊 我一直期待让你们 这个都没有咬 哎这是哪 我吃着迷路了 哎 哎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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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了餐再走也不吃样 我们给你准备了大西瓜 大西瓜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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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实力在阴招了 让聂大师迷了路 不过 骗他迷路还挺容易的 因为他老人家出了围棋 其他事都不太拿手 希望能帮上你们的忙 公社大忙了 大忙了 大忙了 说了吧 哥哥们不是白了了吧 什么这么多的 还会没了 是啊 下棋那么聪明 怎么平时笨笨的呢 我马上就要来回跑了 许昊 你要配合好我啊 放心吧 围棋的道理 昊也已经教了我不少了 我不会让聂老师 看出我们的破绽来 各位兄弟 我去了 今日真无助我人 莫此难忘 莫此难忘啊 喂 小说空祸大祸 请我们吃大餐了 你还想吃啊 不吃怎么长高呢 对啊 你还要长啊 我 听说了吗 黄太子做金子人的 他们人出事了 凶落吉祥 黄太子真爷们 眼看要输的比赛 不让臣子们为难 自己上 有担脏有法律 长得帅身材好 比你们 要年儿多了 好戏啊 就要开始了 我会又睡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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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开始了 上次 我们找到了当代骑士聂伟平 在你背后和他较量 道策大师 能与您对异 是我的荣幸 请大师不要让子 全力以赴 让我直黑 小心 立阵 直黑先行就可以了 好 不用了 我已经有点心了 我会把我招待 来 来 十七之四 六位平大师 陈梦宁救驾 就请您 通过我 十七岁的大清皇太子 宗喜之首 与这三百多年前的对手 开战吧 �宝宝 和别时工作 沙特呃 寺山 开局十分平淡啊 到这似乎在试探太子的奇力 终于来了 师兄 以后有本领発揮了 好赞 不错啊 当然啊 他可是本预仿道策 聂大师 你可不要手下留情哦 十八十五 何的事啊 殿下 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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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真意还是必 本音坊名不虚传 皇帝也出人意料 弟你能考到现在 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 惊讶于我齐力之强大吧 要知道您正在与三百年后的中国奇胜较量 仲良 为什麽 你们的仲良 不思議 仲良 到底什么 仲良 这是什么东西 被看出破产了吧 人们好笑 有什么不快就回来 挑完题我找你聊聊 好 是什么呢 这些人还能够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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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还能够到这些人 这些人 聂伯伯也不是没有机会 今天太子的发挥如有神助 算你猜对了 就是有神相助 要不是援兵有着神奇的往来穿越之能力 我又怎么可能与道策大师对你这么尝试 这位少年实在是天才 可是其风古古成就 你像古代的棋手 看你老的表情 是不是要赢了呀 这是什么 真不知太子今天吃了什么灵药 快下呀 要赢了 我 我看出来了 要 要赢了 磨成什么呀 盗测大师 这盘棋就下到这里吧 何故留意を刺さない 私に情景をかけているのか 保障2 通知 勝ちたくない騎士なんて言うのか 盗测大师 果然名不虚传 承让承让 银鞋弟子来我大清切磋奇异 我深表感激 大师奇异高超精湛 变化目策 奇品从容高洁 我喊是佩 我记得不皇常教导我 人生贵在平常 尤其是我们身在帝王家的土地 更须知平常之可贵 大师 以我奉下胜负 相视而向 莫异于心 可好 皇帝 这是给东宁使团留足颜面 是啊 要是下完这盘棋 以东宁人的烈性子 出人命也是可明的 我还是不明白 哎呀 别问了 你个猪脑子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这么好的局势 怎么就求和了呢 其一 聂伟平大师 还是我背后的真正高手 我不能胜人于故乱 朗格虚明 这是作弊 其二 若以我非专业骑士的身份 赢了本营仿道策大师 他何以自处 我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围棋手 他们个个值得敬重 那你没有赢 不怕皇阿玛怪你吗 不怕别人说你闲话吗 只要我一天是太子 闲话就会永远伴随着我 至于皇阿玛 还能听从我的建议 互杀黄氏 相信他也会理解刚才的决戒 要不你怎么是皇太子呢 这下我明白了 人はライバルを得て それでやっと自分を高めることができ 天下は身分が高いばかりでなく なかなかの打ち手だ 素晴らしい打ち手でもある 尊敬に値する 真想见识一下那位涅卫平大师 刚才一局 掌见识 我马上就能回去见到他了 好好聊上一晚 你呀就在大清朝等着吧 你老师来了 我等你休假 你知道本一反倒策吗 我知道 您知道当时清朝的黄龙氏吗 我知道 当然知道了 可是他厉害吗 他也很厉害 被日本人尊称为十三段 但是他下不过那个倒策 这个倒策的比较高 假设他一直活着 活到现在的话 你能打 你能赢他吗 那恐怕赢不了 这个人的棋材好极了 如果让他掌握现在围棋的精髓 我相信他的围棋水平比现在的高手要高 你为什么说话的时候喜欢把那个眼睛闭上 然后呢 说上去的时候呢 偷顺一会 我想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你问吧 你有一天和你的宿敌 例如是那个刘玄四 是吧 刘玄四 刘什么 四段吧 还有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你的宿敌 你曾经说过给他的 我说过给他的 就是我知道 随便我设想了已经设想了 我输过给他了 是 然后呢 那天你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 没有什么昏招什么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你也知道啊 这个我知道的 他会得好 然后呢 那个 就是对手呢 虽然眉宇间暗插着 就是藏着点点的杀机 出招呢 依然是非常的犀利 但是呢 你却胜全在握 妙妙招如这个扎 你说我都很喜欢听 护水开扎 睡觉了 那个 护腹悬崖 然后呢 之后怎么 就在你快要收官 快要 就是胜利在望的时候呢 有人忽然来通知你 您的夫人 要你回家一趟 十万火急 至于是什么原因呢 却不知道 那么你会 现在这个时刻 你会选择是围棋 还是选择是回家 你别说你是夫人 都进不去 你是他爸他妈 也不能进去说这个话 这个我想跟你说 我是绝不可能回家 我们在这个棋盘面前 就好像士兵上战场一样 死也死在战场上 哪能说我临近逃脱 喝回家 你说你就是抱着养具瓶 都要去比完那场战事 对对对对 你说的那也是 对 因为我有这个心疼性心疼病 在那么一个身体的状况下 而且把日本这些 著名的高手 顶级的棋手 全面了 剃成了光头 然后他们就剃光头了 不是我把他们剃了 是他们自己要剃的 他们说如果输给我 就要剃光头了 他们要剃光头 就这样 这是过于自信了 他们还用三个人 我就剩一个人 这三个人 我平时一个人都没赢过 都输给我 就是告诉我 做人不能太得瑟 对 太得瑟 对了 我们说一下这个围棋吧 好不好 你这个没有棋子气 你就这样 聂老师 就是在那么的称呼里面 你最喜欢哪个称呼 棋盛 棋盛是中国政府授予我是最佳的称呼 这个就是最好称呼 是盘主开天地以来 只有我 是上帝 围棋到底是什么 棋盘棋子 都和我们下的鼓子气差不多 完全不一样 在我认为 是外星人传见的 外星人 因为这个传见来围棋的人的智商太少 外星人的鼻屎 19x19 361 这个围棋的变化是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是无限大 比如写个1后面全是0 这0以下从地球排到太阳都排不完 再多大 围棋来可以绕地球几十寸的 这辈子连起来 地球两千 几十圈还是有限度的 就是无限圈 无限圈 想成就一个围棋高手 天生是一个神童重要 还是后天的努力 当然后天努力 90年代初 我们中国围棋界有一个神童 叫长浩 叫叶子纯 长浩浩 知道吗 现在也是中央围棋界的一个很有名的棋手 但是另外一个神童是你们湖南 叫罗启和 恒阳的 我知道我听过 罗启和和长浩一块代表中国维棋队参加全国的神童比赛 俩人是摇摇领三千的冠军亚军 罗启和是智商160 这个160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 长浩第二是120 我的那个科学家Tiger他也是160人 不可能 160一般人不可能达到 这个剧文显示 剧文显示 我说的是不是剧文 是确实 这个是现实 所有的科学家看着都傻了眼了 说这人不是人 不是人 那他现在呢 他挖过来搞科研了 现在还听说过吗 没有 为什么呀 少年得志 他因为他不用工 后天不努力 那个长浩比他有名 为什么呢 长浩努力 我想拿这个做例子就是说 他比长浩聪明 但是他名气各方面都不长 靠努力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那个 你快点吧 我很热死了 现在 热死了 哎 巷子 他这个棋盘上一共能放多少颗 361 你看他就说 你为什么知道361呢 这个是我 我跟他说的 对对对 19路嘛 我跟你说的 19路 19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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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学的教育 做什么做的 我不是学的 你上海的教育 先不会学书选 先不会学书选 但是这个棋盘实际上是不能摆出361的短了 因为他有19路 对不对 他是有眼的 最多只能摆350几的 棋盘是不可以下满的 下满了就被提起来了 能下多少 你们自个人能摆上 19乘19就是361 对啊 对啊 我学书学的都知道吗 好听 你还搬门弄符文 好 我来问了 你看他们在落下 我跟你们下一下吧 我们五个人 那也没用 你五十个人 五百个人跟我下也没用 试一下 试一下 来来来来 试一下 我下一步 你们可以下两步的就把它夹住 这再放一个 如果我再走一个 你俩要再夹住 所以我 夹在这吧 不不不就要紧贴住 不给他一空闪的地方 如果他再走一个 你再把它夹住 再夹住 好赖啊 然后你要是下这里就堵这里 那也可以 但这个呢 对于你们来说很复杂 这个叫争棋 最简单的就是刚才我说的 不是这个围棋啊 不是你们这种下方 是 你们这叫糟蹋围棋 我之前学过 真的 我们来 那你下一步我看看 黑子 我下对角 我下对角 我下对角证明我想挑起战斗 好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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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们俩现在这两步我认为 都有九段的水平 哈哈 如果现在就见好就收的话 我认为你们俩都会下 再往下下 我估计要圆心地露了 我想跟你下 对啊 你跟我下 我跟你下 求求你嘞 跟我下一盘嘞 不不 如果我赢的话 你就答应我 我一件事啊 赢 那不是 你 就是怎么说的 那么就是那么有信心 说你要赢我赢 难道你怕我了吗 我怕你了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 你说为什么不跟我下 我怕你太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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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如说现在 人家这儿有三个子就可以进来 你要是什么眼是什么状况了 就是人家不能进来了 两个眼 在这样的情况 这个棋 这个子是不能进的 这个地方一进 就被拿去了 有没有提到你太弱智了 没有 如果我不要的话 他不是也没气了吗 哪个谁没气了 如果他进去的话 他是进不去 他是进就没气了 但是他周围都可能有嘴啊 我是说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了 才是眼 这个这个嘞 你的有点弱智啊 他有点弱智 我告诉你 刚才睁眼的形状了 你还摆不出来 你等一下可以 你等一下可以 好了好了 别玩了 我这两个睁眼 后脚跟人小齐了吧 你一个后脚跟人小齐了吧 不是 现在我告诉你 人家这儿有三个 这不是可以进来吗 你这么弱智 你这么弱智 还这么弱智 你这么弱智 你刚刚说下围棋 如果我们现在学 就可以开发智力嘛 对 那你测顾 像他这样的智力 不开发怎么能行呢 开发也开发不了 赶快就他一个人叫 好吧 我放弃了 为什么电视里面 都会转播这种围棋比赛呢 是不是怕管人 因为管电视台的人弱智 弱智 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还有的 我小时候还会看电视台里面 那个围棋比赛 然后我觉得好无聊 两个人在那边讲来讲 你是弱智 你是弱智 他们刚才瞎掰了这么半天 你觉得我们几个里面 谁更有围棋的天赋 不提问题的人可能最有天赋 提的问题主要提的太差了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聂老师 很好 夏围棋有没有特定的制服 没有 我就穿普通的西装 穿一身HIPHOP 夏围棋 普通的西装 还是顺衣外穿的 没有特别规定的 没有特别规定 没有特别规定 我再次说你提这么弱智的问题 如果你们想当我徒弟 每人一个嘴巴 他们到那去面壁去 完全在胡闹 这对围棋极大的不尊重 幸好你们不是我学生 我就饶了你们去 我们全都是美男 可以 美男没有用 去站着去 要美女才分析 对 那你能不能改一下 你的屁屁好呢 不能 特别是不能因为你改 我们刚才对围棋的不尽 是因为我们对围棋不了解 您这样一说 我们就知道 这样是不礼貌的事情 是失礼失礼 其胜除了或下棋 这个生活中 生活中好像这个 自理能力有些 不是自理能力 没有智商那么高 确实我不是很好 我自理能力就是有点弱 但是我也不需要有太好 也有保姆 请我帮你更衣 然后一点点做事 你帮我更衣 我不出了大问题了吗 你除了喜欢下围棋 还喜欢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吗 看足球 喜欢打球牌 中国足球 不太喜欢中国足球 为什么 因为 我想我不说你也知道 我懂的 你我都懂 我觉得我们今天采访的很成功 因为聂老师来之前 我听说聂老师录着录着可能会睡着 然后我就一直在提心吊胆 我说待会睡着了怎么办 然后现在还没睡 睡着了 我有点想睡 有个很大的疑惑 你就一直说徒弟 就坚决不说女徒弟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说了唐力初级呢 唐力是我们中国的围棋界的第一美女 那我如果收徒弟不收第一美女 还能收第二美女 我一起给了第一美女 为什么你要破格收这个女徒弟呢 对她的每个都不重要 不是因为是我的徒弟都同意 他先把这八个徒弟都拿下了 哇 好理会 聂老师 您的智商相当的高 可是我觉得您的情商似乎不太行 为什么 我以为接了三次婚的情商不是高 是高了很多 那你的前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失败了是因为后面的婚姻更好 失败是因为你自己 那个 折腰路去 折腰路去 对吧 你这个问题我 不想回答 不是不想回答 你没什么回答 我要回避 不要回避 这个问题我没有回避 你不能做得性心虚 我都不想做嘴 你提的问题太愚蠢了 不是我做这些事情 太低了 要不然情商有问题就 都能忍就忍 是吧 情商有问题才会什么呀 才会能忍就忍嘛 好吧 这是因为情商没问题才没忍嘛 那聂老师 听说您的老婆都非常漂亮 那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呢 帅气 你看她说的有道理 帅的有光位 那围棋的魅力大 还是帅气的魅力大呢 当然是帅气啦 人家帅气的魅力大 帅气的魅力大是连在一起的呀 如果让我说心里话 当然是围棋的魅力大 对 你要说围棋的魅力大 什么有评 我就肯定会很骄傲 那他们会以后会那个 往你的方向去发展 那当然他们应该靠我这儿努力 那您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 我不是说围棋呀 我是说打扮 我是 他们最大的教育就是 让他们做一个好人的 好人 好人难当 什么叫好人呢 不要忘了学到 在做一个什么叫好人 这就是你应该也好好学习 你将来要朝这方面好好努力 做一个好人 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才能的人 都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暴头哥 他可以当我一个技术 暴头哥哥是谁 这个杀人犯 总是那个拿次的枪 一个杀人犯 这个杀人犯做维棋手术的话 他跟你对 杀人犯 我发现你们都是娘娘强吗 我不是啊 刚才说的都是这个 这个那个听得到很肉麻啊这个 就是他呀 他影响了我们呀 好 开玩笑的聂老师开玩笑 我又没说他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是开玩笑的 我也是开玩笑的 都开玩笑的 我希望你们是开玩笑的 看我别真那样 对了 谢谢今天这个聂老师 为我们上了一个 人生门上生动的这么一个围棋课和人生课 同时呢 也希望这个围棋呢 能在中国先洗热炒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 聂老师没睡着 对啊 谢谢聂老师 为什么不做 理想也不会错 带点指摸 帮路摸抖 成功不需听我那么多 告诉我 与千人称作加油 开拓为世界留下传说 眼眸有勇有勇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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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